我們來算算看這個題目 它說呢 設f為10係數100次多像式 哇賽好可怕 那現在呢 它告訴我們說 f2加3i呢 會等於7-9i 那問我們f2-3i之值 其實這個題目呢 看起來敘述很誇張 可是 光有學長跟你分享 如果題目敘述越誇張的呢 其實就代表它的做法呢 通常是越簡單 就是你只要想清楚觀念以後 其實根本就不會有很複雜的計算 我們想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應該要用的性質是什麼 我們應該要用的是說 因為2加3i跟2-3i呢 是互為什麼 共2負數嘛 所以我們可以根本就想一件事情 f of 2-3i 就是f of 2加3i的共2負數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發現一件事情 這不是就是在討論這個嗎 f of z的共2負數 會等於 f of z算完之後呢 再取整個共2負數 就是我們前面有教過的 這個性質 這邊 好 這個性質 OK 這個重要的性質有沒有 已經不知道打了幾個心了 好 所以呢 我們再回頭來看 既然是這個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知道說呢 f of 2加3i呢 我們 的這個 取了共2負數之後呢 會等於 整項取共2負數 就是f of 2加3i 再取共2負數 那就會等於呢 7-9i取共2負數 就會等於7 加上9i 你有沒有發現 輕輕鬆鬆 漂漂亮亮 就把整個式子呢 依照一個簡單的定理呢 寫出來 因為這題其實就是要考我們什麼 就是考我們這個式子而已啦 好 可是 再次提醒大家 這個式子的前提要是什麼呢 一定要是 10係數多項式才可以喔 如果是呢 有這個負數 或者是虛數當作係數的話呢 就要小心了齁 所以所有的定理 永遠要記得它的範圍在哪裡 它的前提是什麼 OK